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 WTA250 意大利帕勒默网球赛 展开了女子单打第二轮的争夺 首轮送双弹淘汰了 意大利名将埃拉尼的赛会2号种子郑清文 世界排名第26位 在第二轮遭遇苦战 经过两小时46分钟激战 郑清文依靠决胜盘的出色发挥 以2比17比53比66比3的比分 三盘战胜了法国选手戴安娜帕里 世界排名第82位 晋级女单8强 晋级8强后 郑清文将斩获60个WTA积分 和5580欧元奖金 其WTA总积分达到了1683分 即使排名仍然在第26位 4分之1决赛 郑清文将迎战赛会7号种子 美国选手埃马纳瓦罗 世界排名第57位 这位美国选手在第二轮 以2比06比16比2的比分 战胜了东道主外卡选手 卡米拉罗萨泰洛 世界排名第363位 晋级女单8强 井浩 头条创作挑战赛井浩 井浩 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 井浩 井浩 郑清文井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井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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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浩